欢迎收看106年2月10号的港都新闻 我是赖昌邦 新闻的一开始 先带您来关心今天的新闻新闻 焦点 寒流来袭气温奏降 卫生局提醒幼儿及老人 特别注意保暖 尤其是有三高的长辈 要小心心肌梗塞和中风前兆 及早就医 高雄市学生音乐团队联盟 周五正式成立 多达上千名国中小学音乐班 及社团班成员 演奏乐曲 音符旋律令人感动 元宵节应景 竹西里社区关怀站教导长辈制作花灯 每个人制作用心不时请教老师 尤其提着花灯的成就感 让老人家笑得何不容嘴 新闻首先来关心寒流来袭气温奏降 卫生局提醒幼儿和老人体温调节比较弱 要特别注意的保暖 多戴帽子 围巾和手套 喝温开水等等 尤其是有三高的长辈 要小心心肌梗塞和中风的前兆 以便及早就医 而在使用电热产品时 要注意距离以免烫伤皮肤 今天冷不冷 好冷的 那你们穿了什么衣服 好几件 好 一定要穿贴身的 那你呢 帽子 围巾 防风外套 天气好冷 大家都把厚重的衣服穿在身上 像是防风外套和毛帽围巾都纷纷出笼 卫生局提醒幼儿和老人的体温调节比较弱 要特别注意保暖 必要时减少户外活动 那保暖就是要穿保暖的衣物 那如果有要外出的时候呢 其实要注意温度 是不是有过低 或者应该是选择在户内的活动 那户外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些恍惚的措施 比如说围巾啊 帽子啊 手套 还有袜子 另外天气冷有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的长辈要特别注意 不要忘了服药和看医生 出现胸闷喘不过气或是身体一边失去知觉 讲话不顺畅时就可能是心肌梗塞和中风的前兆 当发现如果有胸闷胸痛喘不过气来 这有可能是心肌梗塞的一些现象 心脚痛等等 这个要赶快抢时间打119 那另外呢 就是说血压高的也要注意说 它是不是有一侧的肢体在活动上比较不灵活 或者是你一边的眼睛看了会模糊 或者是讲话的时候会觉得不顺 这样都有可能是中风的一些征兆 气温重价大家都会多吃一点 特别是热乎乎的食物 不过卫生局提醒还是要均衡饮食 可以多喝温开水 怕冷的人会用电热产品 但是要小心不要贴近皮肤太久 或者附近有易燃物 以免发生危险 电热器一定就是说距离自己的身体 一定要有一个安全的距离 旁边也不要有易燃物 那使用电毯尤其要注意 有些长辈呢 可能觉得温度不高 可是无形中已经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跟肢体 虽然已经开春 但是冬天并没有真的走了 天气还是有变冷的时候 家中有幼儿和老人 特别是有三高的长辈 一定要做好保暖和预防的措施 港东新闻吴炳源赖昌邦采访报道 在教育局催生之下 高雄市学生音乐团队联盟 周五宣布正式成立 多达上千名的国高中小学音乐班和社团的成员 分别演奏国乐 管乐和管学乐曲 副市长许明春也应邀致辞 他期许透过音符旋律 让高雄连结世界 将高雄打造成为文化创意的崭新城市 魏武营荣源艺术广场周围 挤满了上千名国中小学音乐班及社团班学生 原来全台第一个学生音乐团体联盟 在周五宣布正式成立 并由国乐团演奏台湾追响曲揭开序幕 国乐团气势磅磅 紧接着管弦乐团演奏史特劳斯 耳熟能详的戴拉斯基进行曲 现场掌声伴随旋律音符 令人如痴如醉 希望透过音符来连结我们高雄市索尔的学生 也要透过旋律 让高雄跟世界能够连结在一起 主要是要把我们高雄打造成一个 景观美学生态宜居 还有文化创意著称的一个崭新的都市 副市长许明春 期待透过旋律将高雄打造成为 文化创意著称的崭新城市 而一首吹声学生音乐团队联盟的 教育局长范迅律 对于高雄市音乐发展有这样的成就 也相当感动 这一次把学生乐团联盟整个成立以后 各位可以看到今天的演出 大家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们希望在城市的重大的活动里头 还有每个社区重大的活动里头 学生的乐团都能够在那里做演出 让这个城市就是音乐会改变高雄 高雄处处有音乐 我觉得今天早上是一个非常能感动 跟欢乐的一个早上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在这边 和这么多音乐同好一起表演这个音乐会 我非常的开心 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这种大型的活动 可以让我们经验更多 然后回忆也会更多更好 不分国乐 管乐或是管弦乐团成员 对于能够有这样的表演机会 都觉得很兴奋 最后上千人共同演奏台湾名曲满山春色 更是感动在场每一个人 教育局表示希望藉由学生音乐团队联盟的成立 促成校园音乐教育激荡跟回响 培养更多的音乐艺术人才 港多新闻宋佩晨 王思武采访报道 来看警政消息 农历初九天公升 居然有窃贼趁着这一天 人来人往地在天公庙求平安时 偷走了一步上了大索的机车 令警方不解的是 通常上了大索的机车 失窃率是很低的 原来窃贼是以两个人通力合作的方式 把机车运上了小货车 警方最后调阅监视器 24小时内顺利破案 农历初九是玉皇大帝圣诞 也就是俗称的T公C 许多人都会到天公庙 祈求新的一年平安顺利 不过前经派出所却接获民众报案 表示停在天公庙前的机车 拜拜出来却不翼而飞 警方迅速调阅监视器 锁定平时在夜市摆摊的摊贩 我们警方马上调阅监视器 辛苦调阅大概数十只 经过三个小时 终于在一个路口调到这个监视器 那我们就在隔天 马上下午到他家埋伏 那也逮获这个诚信嫌犯 并在他家找到 就是查货 起货这台张车 正当警方不解上了大索的机车 应该不是那么容易失窃 监视画面就清楚拍下 窃贼是利用两人通力合作的手法 把一整步上了锁的机车 搬上小货车才顺利得手 而监视画面角度就像 玉皇大帝在监看这个过程 监视器那个角度 刚好就是北向南的监视器 该动道的监视器照到 那个好像完全就是 天公庙那个方向照过来的 所以本案就是 那个法网会不会输而不漏 那我们全案将这个窃贤 依窃到一宋法办 窃贼惊讶表示警方不到24小时就找上门 懊悔自己平常在夜市摆摊营业 天公升这天到玉皇宫摆摊 趁着人潮涌路才会一时摊念 偷走机车 果真意念 人在做天在看 被害人来到警局领回机车 不断向警方道谢 也感谢玉皇大帝的保佑 港独新闻李嘉隆罗少居采访报道 高雄灯会已经热闹地展开了 爱荷登区布满各式的花灯 其中各大庙宇都提供吉祥花灯展示 祈求国泰平安 风调雨顺 也有民众嫌晚上人太多看不清楚 特别趁着大白天来赏花灯 走起来顺畅拍照也方便许多 一整台灯车就停在河东路上 上面布置着三千道组出来巡视人间 中间还供奉素果 车前还有一只大公鸡 引颈提叫非常吸睛 这组花灯更有趣 是蜘蛛人抢了月老的红蟹 要帮助善男性女千姻缘 中心合并穿越古今 而音乐馆附近也有寺庙展示的花灯 有高达四五公尺的妈祖和清理眼顺风二 非常醒目 前面还有深海3D立体布景 让游客多了拍照互动的景点 我們有兩個製作 就是一個吉求結婚 過好年 我們一個就是旁邊上面說 聖母佛優 競逢年 我們用宗教跟三弟的結合 大家過一個好年 來這裡拍照 很可愛啦 為什麼很可愛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心裡的感覺啊 第一感官啦 覺得很吉祥 然後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還蠻和氣的 很圓滿的感覺 雖然是大白天 花燈沒有七彩的燈光那樣絢麗耀眼 不過陽光充足之下 反而更好拍照 可以清楚拍出花燈的表情和細節 而且白天賞燈的人不多 爸爸媽媽帶著小朋友到愛河燈區蹦蹦跳跳 賞燈也賞景一舉數得 因為小朋友晚上比較不方便出門 所以我們白天比較有空 對 看了現在看的感覺怎麼樣 小朋友蠻開心的啊 如果來拍的話 他畫素不夠拍起來就會比較朦朧 那如果白天來仔細觀賞的話 那真的是呈現他作者原本的作品更漂亮 今年是今年 高雄燈會以幸福激勵為主題 不過寺廟展示的花燈還是以宗教人物造型為主 也融入了小絲 開神明一個玩笑 增添賞燈趣味 港督新聞潘志光 賴昌邦採訪報導 原小姐要提花燈 前鎮區竹西里社區關懷站 特別請來老師教導長輩製作花燈 大家好像回到小學做勞作一樣 非常的用心 不時請教老師 尤其花燈做完之後都好有成就感 有人說要送給孫子 也有阿嬤可愛的表示 會提著花燈到外頭逛一逛 阿嬤拿著剛做好的花燈在鏡頭面前開心微笑 因為怎麼也沒想到自己可以做出這麼可愛的燈籠 趣味啊 高興啊 很有成就感 很好 這個看起來很漂亮 原小姐會不會提燈籠 小時候會 現在好像又再回到小時候的感覺 對 沒錯 很好 小時候都要也是自己 直接當作 這樣擱擱 ninety支 像花花車一樣 沒來穿在這邊最漂亮 你的燈籠留在瞬間送 因為墊子看妳漂亮 不論是黃色 藍色 或是粉色 搭配可愛造型圖樣 再剪裁客家花布來點綴 就是不折不扣的元銷花燈 這對夫婦一起拿著花燈 成就感十足 妳做燈不感覺怎麼樣 我好興奮 好興奮 因为从来没有自己做过 这是第一次 我跟她的感觉一样 一模一样 前镇区竹西里社区关怀据点 赶在元宵节前夕教导长辈制作花灯 尽管每个人都没有做过 也离学校劳作课好几十年 但制作过程相当用心 不时还向老师请教 该如何粘贴剪裁 元宵节我们通常都会做一些 跟元宵有关的一些DIY 那我们这次用这个灯笼的方式 跟一般就比较不一样 我们结合了客家花布 所以每个长辈就把它当成艺术品 这样来制作 所以我们觉得 它不是只有元宵节的时候 可以提灯笼 它结束之后 它摆在家里 也可以当一个很漂亮的灯饰 长辈表现实在让人刮目相看 而这样的学习课程安排 的确让老人家收获满满 希望我们的长辈能够在 祖师里里面能够生活得 非常的幸福 非常的快乐 活到老 学到老 费了一番功夫 宝贝学堂的长辈们 终于完成数十个 小小可爱的花灯 画在教室上 充满浓浓元宵节的味道 每个人也都为自己的表现 举起大拇指称赞 元宵节 做花灯 宝贝学堂赞 港多新闻张世民王思武采访报道 周六就是元宵节了 还将释放第三场的大港花火秀 而前面两场吸引了大批民众来观赏 许多饭店也看准这一波烟火商机 趁势推出住宿 送爱之船和双城巴士的优惠票券 另外配合元宵节 饭店更颠覆传统 把汤圆包进包子里相当特别 元宵节吃汤圆不稀奇高雄 现在有饭店推出元宵开运包 结合住宿优惠创意又吸金 打开还在冒烟的蒸笼 五种颜色的包子 精致可爱 颜色不仅配合养生五行概念 拨开来里头的内线可是大有来头 原来主厨为了颠覆一般元宵节 吃汤圆的传统 在包子里加入汤圆和不同馅料 一包的内线都是把里面的内容线包在里面 就是一般的外面的刚饮吃的包子一样 我是想到汤圆跟包子吃起来QQ暖暖 然后搭配起来吃起来口感会蛮不错的 无论是绿色的爆浆抹茶或黄金流沙 都让人看了口水直流 这间临近爱壳的老字号饭店 抢搭高雄最夯的大港花火热潮 春节期间推出住宿就送五行开运包 并搭配多项豪礼 我们在高雄灯会艺术节呢 就是我们的12号之前 我们饭店呢会特别推出 就是如果说你想要搭船 我们有送搭船的方案 你们如果想要坐车 我们有坐车的方案 当然我们这个爱之船呢 就是说现在目前这个整个台湾 也是非常的时下非常的热门 所以我们搭乘个爱之船呢 就是我们还会送您开运包 最灿夺目的缤纷花火 不停在河面绽放 形成绝美景色 首度举办就造成轰动的大港花火 吸引许多外地游客前来观赏 许多饭店业者也看准这波烟火商机 除了搭配爱之船优惠外 最新的双层观光巴士 也包含在住宿专案里 我们可以送你去那个到 甚至到爱河旁边 真正的看到头顶上的烟火 所以等于是说我们现在住我们房间 我们这种家庭四人的房间 我们就送你四张的这样的一个车票 对那一个人这样子算下来 非常的划算 一个人大概只有一千出头 就可以得到这样享有这样的一个优惠 元宵节脚步接近 想一游高雄灯会艺术节 又不想为了交通转运伤脑筋 提早规划行程或预定饭店 全家出游或邀约三五好友 都是不错的选择 港督新闻李正道罗绍军 采访报道 今天也有一股寒流吹进了校园 左营一间教会和左营菜公里合拜 邀请韩国教会的教友 带来了韩国的传统歌舞 与左营多国所的国小学生交流 里长希望这些在寒假期间 没有办法出国的小朋友 也可以借由韩国文化交流 培养国际观 丰富寒假生活 穿着韩国传统服饰的教友 做成一排敲打韩国传统舞 鼓声充满活力 接着拿着彩球满场飞舞 台下的小朋友也大开眼界 左营的教友拿起陶笛 吹着民歌和韩国的教友分享 大小朋友在一起唱着诗歌带动唱 大家来个相见欢 这是左营一间教会和左营菜公里一起合伴的韩国文化交流 东令营 因为里长看到经济弱势的小朋友 没有办法出国玩 就和教会合作 邀请韩国教友来和小朋友交流 培养国际观 那韩国的经济跟管理上 也不错 然后韩国文化 它的偶像剧或是什么 都有生子在台湾 那么是不是 藉由他们这一次 也可以认识一些韩国的朋友 要让这些孩子从小就有一些国际观 让他们知道原来我们可以跟外国朋友做一些国民外交 增加他们的视野 也帮助他们在童年的时候成长过程有一些品格的教导 透过他们的韩国传统的跳舞 还有三次跳舞 还有那个用乐器 所有的那个动作 用所有的动作介绍韩国的文化 台湾这几年吹起一股寒流 大家封韩剧韩团 韩国教会这次带来传统的韩国乐舞表演 和学习常用的韩文字句 让小朋友不用出国也感觉像是去过韩国 为寒假生活留下深刻印象 港都新闻吴品源赖昌邦采访报道 农历年结束 各行各业又会出现一波转职和求职潮 高雄加工出口区与劳工局 11号周六将举行现场真材活动 总计释出1800个职缺 这场现场真材活动 预计11号上午9点到12点半 在高雄市立福城高中举办 其中高雄加工出口区共有数十家科技厂商 采与真材 职缺项目以软体工程师 劳安工程师 总务和作业员为主 另外还有42家的区外厂商采与真材 总计将提供1800个职缺 想在过年之后找到好工作的求职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场大型真材活动 接下来请看港都生活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提醒您为了配合国家数位化政策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将从3月3号开始 针对前政区进行有线电视数位转讯作业 呼吁观众朋友如果家中还有电视机 没有安装机上盒 请立即升装以享受更多元的数位生活服务 至于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 透过高雄都会气象台一起来关心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 气温12度到20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宜地区多云时勤 气温10度到19度 台北基隆陶竹苗地区晴时多云 气温8度到15度 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时勤 气温7度到16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独新闻 祝您周末愉快 我是赖昌邦 我们明天再会 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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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再会